IC电池炉, 人人都是小炒王 这次我为大家介绍的是炒海鲜 非常丰富的 就是鹿笋炒海中堡 材料有海中虾、带子和花枝 还有珊瑚礦 当然有鹿笋 带子和海中虾买回来后 放一点盐、生粉和蛋白拌均匀 腌15分钟放在一边 然后煮滚水 记得千万不要大滚 稍微有少少虾眼水 我们就可以先将虾放进去 让它慢慢定型 然后我们就要下带子 先将它的水分锁在带子里面 和虾慢慢定型之后 我们再在锅上炒 它就不会飙水了 不需要大火去滚它 因为我们用IC电池炉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的热力够均匀 我们可以看到虾慢慢转色 现在就可以捞上来 它是未全熟的 是六成熟的 现在我们先放些油 然后我们先放虾 因为虾比较大 先放下去 现在我们要将这个花枝 放下去了 接着就加入珊瑚礦 我很喜欢吃珊瑚礦 这个比较爽口 转口一点 稍微松开它 接着带子 放下去 接着稍微转一转它 好,先炒一下 我们把露笋放下去 我加了一点冬菇 去提一提味 少许蒜 葱 调味料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 最重要是加一点花雕酒 蠔油 蠔油大约一茶匙就可以了 然后加糖 可以提升它的甜味 然后味道 当然要加轻轻的盐分 然后先拌匀 然后我们就将海中煲的材料 全部倒下去 最重要的是炒海鲜 火候控制得好 热力要够猛 我们将IC电池炉的火力 推到最高 可以立即缩转烹饪的时间 和保持菠菜的营养和水分 炒出来 继续锅起又好吃 我们要炒一个鲜味可口的露笋海中煲 最重要的是控制火候 如果我们煮太久 海鲜就会自然变老 粗口就不好吃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IC电池炉 大火快炒 感谢观看 我有点好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次称来 送给我们 这些转 lady 发给我们 全家 无解 尽